感激我老公 因为我刚结婚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点呆惊 因为他没有长照的经验 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因为有的时候爸爸 比如说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一定是排泄的问题 一定最麻烦 因为要清洗 就是要真的是要 去帮忙清洗的这样 但我老公完全一点都没有觉得恐惧 其实因为我最主要照顾爸爸的 那个照顾者是妈妈 就是因为我爸爸跟妈妈年纪差了16岁 那时候最有感受 发现妈妈很累 是因为我本来都是自己有房子住 然后可是我到周末 就是会回家陪爸妈 我就发现原来 妈妈的每一个晚上都睡不好 我才知道妈妈照顾的这十几年来 她也都需要吃正定机 我回去的陪她住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妈妈很累 然后以前没有感觉都会说 妈妈那你就适时地疏压 然后或者是你讲出来就好了 然后我回家住的时候才会发现 那个不是讲出来就好了 因为那个是 然后加上 我们讲哭的 加上我妈妈是属于很希望 很传统的女性 很希望把家固好 然后让小孩可以很 没有压力地在外面闯 所以她也不会半夜的时候打给我们 可能会我隔了几天才知道说 那个晚上爸爸又怎么了 然后妈妈就有的时候会造成 她的情绪波动比较大 然后家里又有很多人 因为还有大姐二姐 每个人对于照顾爸爸的方式 也都有自己的坚持 那可是实际照顾者是妈妈嘛 所以我后来如果有再碰到现在有 类似相同经验的朋友 我都会说你就是要给照顾者 主要照顾者空间 他怎么照顾就是尊重他怎么照顾 因为他是最辛苦的那个人 别人千万不能指手画脚 因为一指手画脚会对主要照顾者很辛苦 就连我 因为我妈妈过世之后 有一段时间爸爸是跟我住 然后跟我住的时候 姐姐们也会有很多的期许 有很多的给你一些指令 但你会想把它做好 可是因为我也要上班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 24小时都在旁边 我只能跟外劳替换手 然后替换手的过程 就会觉得 原来你要承受别人的指令 有你心里的主要的照顾方式 有随时爸爸的一些临时的状况 要去应变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支撑下去的力量就是 没有爸爸妈妈没有你 就是你要这样子的回馈 就像他们照顾你小时候一样 就是一种 我觉得就是一种爱的表现 那艾雅的爸爸有 他有跟你们说 谢谢你们这样那么辛苦 照顾他吗 我爸爸比较还能表达感谢的时候 其实是在我刚大概二三十岁 因为我爸爸很晚生我 然后二三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姐姐们都还在外面打拼 我二十出头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刚毕业 然后就是会要回家陪 都常常在家里陪爸妈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外劳 然后我爸爸那个弯腰弯不下去 剪脚指甲 然后那时候我才第一个意会到 我爸爸老了 我已经年纪大了 我就会固定每个礼拜 回去帮他剪指甲 然后我爸爸就会在夜深人静 跟妈妈说 那个小女孩不错啊 那个他是第一个 帮我剪脚指甲的人这样 然后那时候就会瞬间 觉得自己的天已经慢慢地 在变成我要去支撑她 那是第一个感觉 然后再后来因为都是以妈妈 照顾爸爸为主 然后爸爸常常我们要 比如说带他出去散步 或什么的时候 他就是会握着我们的手 然后抓紧紧地跟你说谢谢 我爸爸是那种很老古板的老人家 以前我出门要亲他要干嘛 他都会把我推开的那种 所以他的表达就会比较内敛 就是握握你的手 跟你说家 谢谢你啊 然后我就会故意去抱他 然后他就会笑得很腼腆这样子 谢谢你们在旁边这样子 那现在因为他表达能力 已经几乎没有了啦 所以偶尔就是用眼神的交流 所以他看着你 比如为他吃饭啊 或者是陪他干嘛 他说帮他翘翘脚啊 什么这种 他就是会用眼神跟你交流这样子 对啦 其实我听你在描述的时候 我自己会哭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都讲说爸爸就是我们家里的大叔嘛 他其实就是一直庇佑着 就是保护我们全家 那我看你这样在照顾爸爸 那我就觉得自己很惭愧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都北漂 也都没有好好照顾他老人家 那因为在录这节目的时候 我的父亲其实刚过世不久 87岁 虽然你想一下他是一个比较 高瘦 享受 其实一个高瘦 可是我就觉得有很多的不舍 那重重点就是说 因为我爸爸87岁照顾 就是77岁的妈妈 因为妈妈身体其实比爸爸状况比较不好 所以这几年他其实花了很多的心思 去照顾我的妈妈 妈妈因为常会到的关系下 三不五时常常要挂急诊 那特别又碰到前一阵子 妈妈因为住院之后确诊 那你可以想到说 一个87岁的老人家 照顾77岁的老人家 就两个人 因为确诊我们儿女也不能接近嘛 那有一次我跟我爸在讨 就是言谈 我爸跟我在言谈当初 他就跟我说 我不知道他就说他 他觉得他今年过不了 他就觉得他很累 所以他离开之后 我们在照顾妈妈的时候 就是这段时间 我才深深去体会到说 照顾就是家里面的长辈 如果生病了要照顾他 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心思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说 我们也都会老 甚至我们现在碰到的 长辈年纪都大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照顾他 其实我接下来就是也要请教 那你是一个人就是照顾爸爸 还是说你有另外一半也会帮吗 感谢我老公啊 因为我刚结婚 但是呢 其实我们刚交往的时候 我老公有藏在我家 那时候爸爸是跟我住 然后就会陪伴着我一起照顾爸爸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点呆心 因为他们没有长照的经验嘛 然后也没有家里的阿公阿嬷 也不是这么close的住在一起 所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因为有时候爸爸比如说已经到这个年纪 一定是排泄的问题 一定最麻烦 因为要清洗 就是要真的是要徒手去帮忙清洗的这样 但我老公完全一点都没有觉得恐惧 然后甚至很自然 然后喂饭他也喂得很自然 就是喂得比我还好 然后因为我喂的时候 我爸就整脸都是的 但是我老公喂得就很干净 然后甚至他就也很主动的叫爸爸 然后把他脚拿起来敲啊 然后甚至就是帮他拉筋 因为他以前还可以伸展 爸爸大概半年多前还都能伸展这样 他就做的比我还好蛮多的 加上我爸爸很高 我爸爸也快180公分 然后但他很瘦 就是瘦长型的 那我们家的外劳是很厉害 可以已经有姿势都可以移动我爸 那我老公比较高壮 如果没有我老公 我跟我姐姐应该没有办法 所以爱药爸爸应该很开心 因为也有一个伴子 对不对 也这样的孝顺 可能很多的 我们不讲为人子女 你可能没有亲生 没有办法自己就近 照顾爸妈的时候 到底2.0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 政府推行的长照2.0 2017年就开始了 那其实我们在照顾老人家 这个长期照顾的状况 不用那么孤单 不用都用到家里的资源 我们有缴税嘛 我们政府有提供长照2.0的服务 那如果说有符合这个相关的资格 比如说家里有这个 65岁以上失能的长者 或者是原住民的话 55岁以上的失能 或者是有的是这个失智 50岁以上的失智者也是可以 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 就是打1966 长照专线1966 那那边会有长照的专员 为你服务 所以我们可以多多的利用 政府的资源 刚刚讲长照的专线就1966 我们说到长照 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抗战 那也希望这个长照杯哥 我们今天看这个节目之后 希望大家都有收获不会发生在你我的家庭当中 好 今天节目非常谢谢两位 应该专家还有好朋友的一个分享 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到我们的粉算留言 同时也追踪订阅我们的 这个乐活SOMACHI的这个YT的一个频道 感谢收看乐活SOMACHI 乐活SOMACHI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